我就是开始去思考 这些有钱人 富人 他们怎么透过他们去开杠杆 然后适度的投资 帮自己创造更大的财富 30年过后 你是不是就把你的 这个房贷给还完了 没错嘛 那在第31年喔 效果出现了 第31年那时候你已经有 一笔200万元的ETF的资产 是你的 那如果你不卖掉它 每年会配发 10万块的鼓励给你 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我要被动收入被动收入 这个就是被动收入 对 欢迎收看小资李财兰图 大家好我是志杰 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想要致富 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 像是我们也知道 可以慢慢的透过富力来钱滚钱 但有时候很多的梦想 想要赶快实现 很多的压力一直来 甚至你想要跨越阶级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度稍微开一点杠杆 到底可不可行呢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借钱投资 而我们邀请到的这个达人呢 他也曾经透过借钱的方式 来帮助自己更快地达到财富自由的境界 欢迎的是畅销理财作家 江静云 江老师 欢迎 嗨 志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志杰姐欢迎你来 我有看到一句话是这个德国股神 科斯托兰尼说的 他说你千万不要借钱来投资 因为就算你最后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 可是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中间就被迫断头出场 你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也是一直用这样子的信念来做我的一些理财的规划 只是最近又常常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有钱人越借越有钱 像巴菲特他就是在日本发债 用借来的钱再去买日股 哇 感觉是在做五本生意 那我想你这个本尊也是借钱来达到财富自由的一个代表 你本来就觉得说负债是OK的吗 没有 你想想看我过去的职业是大学的老师 听起来很保守 对 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就是努力一直读书 然后那个大学老师 我有个铁饭丸 一定就是乖乖牌 对 我有个铁饭丸 然后我可能我只要按部就班 然后工作然后就有钱 然后退休金也准备好了 我就可以就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用担心 所以我以前真的完全都没有想到 我要去借钱投资 所以那时候我买了房子 我跟你讲我们贷款以后 你看到那个账面上面 哇 那个贷款金额很高嘛 拼命工作 然后努力工作 存钱 存了钱之后还钱 其实大部分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就是看到自己负债的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那是一个成就感 对 所以我当时我也是拼命工作赚钱 然后存钱还钱 赚钱 存钱还钱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要去借钱投资这件事情 然后有一次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先生他去参加一个餐会 然后那个餐会里面呢 就有那个很有钱的那个一个企业家的长辈 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 哎呀我最羡慕你们这种有钱人了 像我们理事薪水的苦哈哈 然后 色处 对 他就这样子跟那个有钱的企业家朋友这么说啊 你猜那个企业家朋友应该要怎么回答 通常会稍微客套一下 会客气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压力啊 什么你们工作也很稳定啊之类的 我跟你讲不是耶 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他说没有钱 没有钱去银行搬钱就有啦 去银行有那么多的钱可以搬 然后呢他听完这一些话以后 他晚上回来他就跟我分享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对 你看有钱人就是任性 然后有钱人讲话呢就是这么浮夸 然后都没有去感受到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心情啊 那当时其实我虽然表面上面这么讲 但是我跟你说他好像真的有一个石头 丢到一个湖里面有一个涟漪出来 那可是当时我没有需要用钱啊 所以我也没有去借钱 那这件事情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茶余饭后的笑话就结束了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有钱人讲话 他们好像说什么都会变成一句格言 好像他讲到什么都是对的 这句话真的是对的吗 对啊当时我也会觉得说 这句话到底是对的吗 那后来我为什么会突然我想要去贷款 我的观念怎么会改变 一个老是 观众们你们不要在下面骂我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我跟你们都一样啊 那我怎么会去改变 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嘛 那因为少子化啊就流浪教师的新闻不是一直出来吗 就从小学啊国中一直到高中 就是一直慢慢烧 我自己在大学啊 你说这把火会不会再过几年就烧到大学 我觉得会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哎呦那我要危机一事 我自己的退休金应该要自己存 我就开始想要去投资理财 所以2015年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我大概上半年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哦 一直在读书 然后读了很多这些价值投资啊 存股的书 然后就发现了 其实只要我们找到那些相对安稳的股票 例如说它有历史周期的 我来到历史相对低点再买 那如果这些公司它的配发股力又很稳定 那我觉得应该会是很安全 只是那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然后而且那时候股市也很高啊 根本你也下不了手嘛 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些口袋名单 放在我的心里面 如果哪一天股价跌下来了 我有钱 我好像应该可以进场 然后当你想做一件事 全宇宙都来帮你 我跟你说 那一年的9月啊8 9月 中国股灾 然后全球哦股市就下跌 但是我没有钱啊 怎么办 如果是你 你就看着你自己好不容易 已经知道 大概股市的原理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很想要去投资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算 我那时候呢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 接到那个银行 有没有电话行销啊 问你要不要借钱的电话嘛 然后那时候 我在正在苦恼 我没有钱投资 然后突然就一个电话进来了 以前我们一定会说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不需要嘛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都说 我现在上班不好意思 就挂掉 对我正要挂掉的时候 他就说 小姐那这样好了 我把这个资料我先寄给你好不好 我就想我突然那一刻我突然 好像被雷达到想说 对好啊那你先借来给我看看好了 那你接到那通电话之后 你就开始想借钱了是不是 我也没有马上就想借钱 我还是要先去做一下评估啊 那像巴菲特啊 因为我就去想嘛 我读了他的书 他说啊其实啊 他们在借钱方面非常谨慎 如果真的需要借钱的时候啊 他们会去借这些有固定利率的长期的贷款 然后他们其实宁愿放弃一些机会 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那个贷款的金额过高嘛 那我就是说 其实巴菲特要借钱的时候 他的风险考量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想嘛 第一个他说你举债不要太高 超过自己负担能力啊 那我就去想 我的家庭的年收入 大概有两百万 然后如果我以一年的家庭年收入 来当做借钱的基础 好像其实不会到太高嘛 是一个很安全的 所以一般人是可以用家庭的年收入 当做一个借钱的基础嘛 对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小资主 你还没有结婚 那你就想我一年的年薪是多少 那我至少我如果让自己有个机会是一年 那如果不小心真的有一些亏损 我应该还hold得住吧 我再努力一点 省之前又应该还是可以cover的过去啊 所以我就设定是两百万元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不断的去做一个研究嘛 我发现这些股票他会有高低啊 然后会有一些有稳健的配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是看到中信金 它的价格在当时大概2015年前啊 它的那一段时间大概都十几块钱到二十几块钱的这个循环嘛 那我就去算一下 如果说他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股价大概跌到 股债以后跌到18块 然后我就去算哦如果我两百万元 然后18块我可以买到一百一十一张 然后他那一年他的配息是零点八一 然后就是发放股力也是零点八一 所以我就掐子稍微去算一下 如果说一百一十一张啊 他的发放的股力八百一十块钱啊 一百一十一张是配发的股力有八万九千九百一十块钱 那他配发的股票也是就是八十一股 五乘以一百一十一张是八点九九张将近九张哦 那如果这九张我们把它换算成为他的市值 一张十八块的话 那么他就会有将近就是十六万一千元的市价 那所以加起来你想想看股力大概九万 再加上这个股票的市值大概十六万 就等于是二十五万元 那你去想想看哦 我就觉得说这个部分 我看到的他的预期的回报是二十五万元 那我再去计算啊 我就去问我的银行嘛 就是说我们这个利率啊大概是多少 那我是用征贷的部分 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有钱 我就拼命去还款嘛 还款 那我现在又有剩下的额度啊 那我就问他说 那我用征贷的话利率是多少 你用房子去征贷 对用房子征贷 因为巴菲特说嘛 你要找到一个固定的那个利率 然后是长期的负债 那我就知道说我预期我每个月应该还多少钱啊 成本啊本金 那所以1.88% 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去计算哦 如果说我两百万 然后一年的年利率是1.88%的话 那一年他的要缴的利息就是三万七千六百元 我就先申请只缴息不还款 就是宽限期两年 然后他也说可以 那我这一边三万七千六百块钱哦 我除以12个月 一个月只要缴三千一百三十三块钱 对我来讲是负担得起 那所以我们再来算一下这个利差 25万元的预期收益减掉三万七千六百元 好那我就等于我还有21万的利差 那我觉得是不是对我来讲很安心 然后隔年 所以我那时候就借钱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说借钱不好 是因为我们只有看到借钱他的成本 那我没有去估算他可能潜在的 这个他的获利啊 那如果说你去盘算一下 好像有很多利差的话 事实上是可行的 所以我才解开了我的心房 不然我真的我也不敢啦 我觉得 听起来好像很稳 不过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么有可能是您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 因为我们通常有句话叫做幸存者偏差 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我特别幸运是 我有耐心等待机会到来 如果说你现在 像现在股价两万三 两万二 那你在这个时候冲进去买 会不会很容易买在高点 我觉得啦 虽然有人说会相对上看三万点 我不知道啊 那他有可能下看一万五千点 一万八千点我不知道 那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我的低点来 所以你要去认知每个股票 他都跟人的性格一样 他有他的股性啊 那找到比较温和的适合你的 那当然现在中信金又到了三十几块 他又破了他以前的价格的 这个周期循环 那就没有办法 只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就是 以过去的资料 然后帮助自己评估 所以你说我幸运吗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那你说我自己有帮我自己 去争取自己的性命吗 有啊 我很认真做功课啊 然后机会来的时候 我评估风险跟报酬以后 我觉得可以我勇敢去抓住机会 你不觉得很多人 他就是做了很多功课 可是机会来的时候 他又不敢付出行动 那当时你一下子多负债了两百万 又背了一大笔债在身上 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啊 因为我那时候有申请就是 只缴席不还款 所以一个月三一三三 其实不会因为就两年嘛 那两年的之后啊 我就问我的银行说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再去延长我的那个 那个宽限期 我好幸运哦 他就说好 而且那一次他又给我三年的时间 然后三年的时间就是 就是不用缴 不用还本金 然后在这 在这段过程当中就是 我又请他帮我重新设定 就是我的那个缴款的 还款的年限就是三十年 那现在五年就结束了嘛 我就开始要还本金跟利息 那一个月其实八千多块 我觉得也还好 你想想看两百万我刚刚算过了 那个投报率 如果就只要百分之五 就算我领股利就好了 股利都有十万块 那是不是其实是很安稳的 老师可是现在啊 就是银行有限贷令啊 很多人的房贷都还找不到钱耶 下不来要评估很久 那比如说房贷已经很难了 如果要征贷跟转贷更是难上加难 而且利息又这么高 你觉得他现在可以怎么做呢 有很多人会问我 那我也去问我在银行上班的朋友 就说现在不是限贷令吗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房子 想再去做征贷 是不是有可能的 他说有耶 他说其实有啊 他们还是会去审核 那如果你是用征贷的方式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嘛 你已经有一些房贷还完了 那你的额度还在 那你需要用的方式用征贷 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谈的 那我还是要跟观众们说 我没有鼓励大家去做 只是因为我就是开始去思考 这些有钱人富人 他们怎么透过他们去开杠杆 然后适度的投资 帮自己创造更大的财富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样就是200万 我们回到当时的时空背景 我过去的只有1.88 大家没有这个时空背景 那时候真的是利率好低哦 对 然后再来我那时候宽限期 现在不好意思也没有宽限期了 好那我们就是要把两个时间 2015年的时空背景 跟现在2024年的时空背景 我们总是不能还在那边 活在天上说 你可以做这些 我们要务实一点嘛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一样就是借200万元 那现在网路上面呢 有很多的网站都可以去帮你去试算 你的房贷的本金利息 然后加上你要还款的年限 我用台北富邦银行的网站 来去计算 你看我们大家看这个表格 就是我呢贷款金额200万元 然后利率3% 现在大概去谈就是3%了 然后贷款的期间一样就设定30年 那你看哦 这边有个还款的期限 零年我这边就设定零年了 那我们去换算以后 我们本息平均贪款 我觉得对我来讲会比较舒服 是因为我每个月要还的钱 从一而终都一模一样 那我就比较容易去计算嘛 那所以这边这样换算下来 叫做8,432元 就是你借了200万 然后你每个月以后 就是要还8,432元 还30年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来计算一下哦 30年的总还款的金额是 8,432乘以12乘以30年 你看哦 总金额是3035,520块钱 来大概要你借200万 到最后总共要还大概303万元 30年的利息你看哦 总共103万 等于你成本你到最后 你要多付100多万给他是利息 对就是你借200 几乎要再多还5成给他 对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恐怖 我想的确实是蛮恐怖的 对所以大家一定花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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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太贵了 好那我们现在又再来计算一下好了 用大家现在很流行 如果说小资主啊 然后你不会投资的人 大家就 提倡嘛 你用ETF吧 好那ETF 我们就找一支高股息的ETF 就是安全的哦 有过去历史资料的哦 会稳健配发股 股息的这些鼓励的ETF 那现在ETF大概 因为有可能会波动嘛 我们看一下大概就会有5%到8% 应该是合理的 不会倒是太梦幻的吧 我就取最低5% 我觉得长期而言 5%应该是合理的 我们现在不讲一些什么市值型的 我们就讲配息型的这些ETF 5%来计算哦 那我们去想看 我们刚刚不是借了200万元吗 那200万元你买了这个ETF 他配5%的那个股利给你 就是利息配息给你 那是不是一年就可以配发 10万块钱的股利了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哦 那我现在一年的房贷 8,432元乘以12个月 那在这边他一年他要还的 这一些本金加利息是10万元 然后再来1,184块钱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数字 你那个配息的金额 跟你还款的金额 有没有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只贵了1000多块 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接下来的每一年 你就拿到了股利去还你的房贷 拿到你的股利去还你的房贷 30年过后你是不是就把你的 这个房贷给还完了 没错嘛那在第31年哦效果出现了 第31年那时候你已经有 一笔200万元的ETF的资产是你的 那如果你不卖掉它 每年会配发10万块的股利给你 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我要有被动收入被动收入 这个就是被动收入 对我30年后我每年都有10万块钱的被动收入 那如果你30年后你觉得你年纪大了 你想要把这些钱花掉也可以啊 就两种选择嘛 一个是你把你有200万了 那一个是你有 每年有10万元的被动收入 而且重点是房贷也还清了 对我觉得有没有很神奇的地方 对我觉得大家常常都没有 怎么这么神奇 大家没有去计算啊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为什么的观念会去改变 因为我会去计算 我也不是说就拼命赚钱 拼命去借钱 没有我过去借200万我就200万 我也没有增加了 我也没有贪心 因为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已经够我运用了 那可是其实这样子看完 你有沒有知道为什么有钱人 他们会说去银行搬钱 他的钱是不用钱 他只要不利息 然后他在这边他又去投资 而且我们刚才计算的是 有5%的投报率 他们可能可以得到更高的 我还是要帮大家提醒一下 有没有什么风险 我想问一下 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我等于我把我的房贷还完了 我居然又多了一笔200万的ETF 有没有可能这个ETF 那个时候其实是腰斩的呢 对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或者是他这个中间的配息不稳定之类的 各式各样的议题上面啊 但是时代会不会改变 会 如果时代一改变 你可能像以前嘛 太阳冷还记得吗 那时候股价很高 后来不是都腰斩 甚至夸下市嘛 你专注在单一产业会有一点危险啊 但是如果我去找 可能例如说这个ETF 它就是市值前100大 我去筛选出前50大 最会配发股力最高的 那你看不管时代如何变动 这150加永远不会是下市的吧 它永远就是市值最大的那150加 然后它的股力 都是在这里面筛选 当年度的一时之选 那我是不是永远都在走在这个 时代的潮流的尖端上面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 而且要去找那个过去 已经有很多配息的资料 例如说它已经上市个就是发行 大概已经十年十几年的 你有过去的历史资料 你是不是就很安心 那这样听起来 是不是只有0056有这个资格 类似005600878 这类高配息型的 比较有机会 而且它有历史的资料 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如果是说 你对于台湾的市场 是持续的看好的话 那你就是选类似像是0056 这样子的高股息 它又有过去的一些 历史的配息经验 然后又可以让你 比较清楚的看到 它的股价的一个成长轨迹 对 然后我还是要讲 我没有收0056的 厌配的钱 没有 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 要自己做功课 我常常讲适合我的 不一定适合你 每个人一定都可以 找到适合自己的 听起来有点心动 就下次我接到银行的电话 可能会说 你也把资料寄来给我看一下 对啊我们先评估 对我们就 这个问题就来了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借到房贷的时候 我到底是应该要用 越短越好 赶快把它还20年期 还是呢 我应该要选这种40年的 因为40年期是 你要缴的利息真的比较多 但是你平常的负担比较轻 但是呢20年的 人家就说公公 那么便宜的利率给你 你还不用 你怎么看 我跟你说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 我一存到钱 我就赶快去拿还贷 希望自己无债一身轻 后来我的观念就改变了 特别是因为我读了一个 就是那个 素有德国巴菲特之称的 这个作家 他叫做博多学佛 然后他怎么说 他就说一般人都会觉得 我要把我的债务呢缩短 事实上不是哦 他说你应该要把你的房贷 拉越长越好 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也颠覆我过去的想法嘛 他怎么去分析 他说啊 当你的房贷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你要缓的本金跟利息很高嘛 那你是不是就会压力很大 你生活当中 你不能出任何的状况 不能有家人生病 不能有这个车子坏掉 你不能有多出一笔钱 你要多花的嘛 因为你全部的钱都卡得很紧 所以全家人就是精神紧绷 然后呢 大家很容易就是产生争执跟吵架 你不觉得吗 就是只要一没有钱 就会有问题出现了嘛 所以我一旦把我的 还款的时间拉长 那我拉长了以后 我要还的这些本金加利息 是不是就变少了 那你就会有多余的弹性了嘛 好 重点来了 大家一定要听好哦 你现在呢 省下来的这个还款的金额 不是让你很开心的去花掉 去买奢侈品啊消费品花掉 他是说你要把它当作是你的投资的基金 然后把它拿去做投资哦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去设想一下 如果说现在呢 有一个人好了他35岁买房 那他呢就是他申请的这个房贷是20年 那他到了他55岁的时候他终于还完了嘛 他有他的房子 但是他离他要退休65岁只剩10年 他现在从零开始没有任何的这个退休金的准备 他会不会压力很大 所以说他等于说有钱到只剩房子 对好那因为剩下10年55岁可能体力各方面也不好了嘛 他压力很大 那另外一个人他也35岁他就买房子 他设定的这个贷款的年限是30年 好那30年以后他30年嘛 他要还的这些本金啊利息比较少 但是重点我们刚刚讲了 我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拿去做投资 每年呢每个月我就是缴房贷 然后定期定额缴房贷定期定额 30年后呢他65岁了 他房贷还完了他有自己的房子了 然后再来他也投资30年了耶 巴菲特说人生就是一个雪球 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湿的血汗非常长的山坡 他定期定额30年 他鱼与熊掌都兼得了 有房子了 然后我又投资30年了 我觉得那个观念是在改变的耶 真的耶 对那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那个新清安的方案呢 好40年对年轻人来讲未复先老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去把它改变一下 如果现在有个年轻人他真的是25岁 然后呢他用新清安他就 缴设定40年 那因为40年他要还的钱比较少 要记住哦 那个省下来的钱不是去花掉出国玩 然后也不是买名牌包包 犒赏自己 我就是定期定额嘛 好那40年他一样啊 他就还房贷 然后投那个定期定额 然后呢40年后哦 他已经65岁了 他一样有他的房子 这次他更恐怖了 他投资了40年 那个雪球滚了40年 有没有很大 大家常常在讲复利效果很大 40年会不会很大 很大 只是他通常就是一个实验性质 你做得到吗 很多的原理简单 大家做不到 对 所以这句话 刚刚我们静云姐刚刚讲的这句话 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把黄笔划下来 省下来的钱 要投去资产里头 对 你要冲到资产 可是 静姐其实 所有的投资的策略都有一个时空背景 那像就你来讲 你那个时候是 你的知识也准备好了 然后你的刚好又碰到一个股灾 让你可以从低点来进去了 可是以现在的台北股市来讲 它现在是一个在历史高位 而且持续的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而且现在的这个利息的方面 其实也算是高档的 现在的投资人来讲 你觉得大家可以怎么办呢 我觉得每个时空背景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那个时代 有为我们创造财富的方法 这个时代也有为的人 也有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方法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先去做功课 当降息循环开始 股价又稍微又比较平缓 你耐心等待的那个股价 来到历史相对低点 你再去借钱 然后你再去投资 那是不是胜算更大 我觉得千万不要就是说 你现在不适合你硬要去借钱投资 我觉得如果股价跌下来 你真的就会很惨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用比较安全 稳健的方法可行的就是我刚刚计算的那个房贷 我用房贷然后找到一个稳健的ETF 配方的股息去还房贷 那这个部分可能它的效果就没有到那么立即快速 但是我觉得先求不伤身再求疗效 我们常常讲 小心使得万年船 那这个船开得比较慢 但是还是能够到达终点的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 你要先有一个投资的标的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现在常讲以中为始 拜托我们先把我们的终点 我们的目标设定好了 那我才知道我要怎么往后推 我要去贷款多少钱 然后怎么去还钱 然后利率是多少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的目标 那最后我可不可以请俊宇姐帮我们汇整 如果大家想要开始思考我要来借款 然后再到我实际的执行这整个过程的话 我有哪些步骤应该要完成呢 首先我们可能要去想 我要取得资金的管道有哪些 例如说房贷然后征贷 或者是有些人会用转贷的方式 然后信贷保单 或者是有些会跟亲友借款 第一个你总是要有钱嘛 你要去想那我的管道是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我要有成本的考量 我刚刚不是会有去计算吗 你的借款的金额要多少 你不要逾越自己的能力 然后再来这个利率 你能够谈到的利率是多少 那你要怎么去还本 你要怎么去还款 然后成本要怎么去计算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要去获利嘛 好那这个投资的方法是什么 股票然后ETF债券 或者是说你还有其他的投资的标的 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操作呢 然后再来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就是忘记了投资的风险 你的风险是什么 那我要讲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是零风险 一定有风险 像我们刚刚讲ETF 他的股利嘛可能有时候高 例如说5到8 那如果今年只有股利 只有配息率只有4%那怎么办 那你少的那1% 你要用生活当中去减少哪些的支出来cover呢 但是也不是每年都是拍泥当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6 7 8 像这几年来就很高啊 那你多的钱你要不要把它存下 有比未来可能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我总是能够去弥补嘛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投资方法 你要去计算出来的 然后最后就是掐子一算 我的预期的报酬率跟我的成本去算一下 这个利差有没有很大 如果利差很大 我好像我就能够安心的去做了 好所以可是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还是要以中为时 先把你的投资的方法 你的标的都先设定好 你不要借了钱以后才开始去想 我到底要投资什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买错股票 然后跟着大家追高杀低 那这不就是很多我们常常听到的新闻 真的 哇我觉得靳云姐 你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保守 但是呢 你在认真让你都有勇气 让你敢做一些比较冒险的行动 对那希望大家呢 要有靳云姐的这个冒险精神之余 也要跟他一样认真 这样子我们的财富呢 才不会不小心还没有财富自由 就一生债了对不对 对 非常谢谢您来分享 靳云姐今天的分享呢 真的是开启了我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最大的启发呢 就是现金流的概念 如果呢你的投资所得到的获利 可以大于借贷成本产生正的现金流的话 那么适度的开一点点杠杆 似乎就可以考虑了哦 不过呢 如果你本来投资就不容易获利的话 那么借更多的钱 也不代表会变得比较会投资哦 请记得借钱投资有赚有赔 在借贷钱也要谨慎评估 最后想问一下靳云姐啊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最后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 好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都会听到 就是有钱人想的跟你不一样吗 就是我们真的如果想要变有钱 不要排斥去想想看 他们到底是运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自己变得更富有的 我也是因为这样学习 让自己有了不一样的行为 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觉得啦就是追求财富 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要努力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富有 然后呢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们在行有余力之余 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呢 好的这些财富贡献给社会 让社会更温暖 嗯 跟你一样温暖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再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咯 我是志杰 小志里财兰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